这边假设我全部里面PMT 按一个函数说明或者直接你按一个确定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参数跟VBA的参数很像 第一个是Rent 应该是Rent 它的利率 然后期数 然后是限值 因为跟银行借所以要负的 主要这三个参数需要 因为我们期数是以月份也月为单位 所以我算出来的这个地方 这个公式部分需要Y的部分 Y的部分我们取得的是这个利率 不过这个利率的部分是以什么为利率 以年为利率 但是我要取得的是月为利率 所以必须还在除以12 第二个Z的话 因为它是以年 可是我要月 所以必须要再把它乘以12变成月 所以这个变成月 月利率 本来年变成月 然后最后有个PV 第三个参数是PV PV的话就是限值 因为我跟银行借的 所以是记得要给它负值 不能用正的 那我借的多少呢 我借的就是这个值 就是在 因为我输的时候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后面乘上一万 那把这个公式带进来之后的话 前面再把它加上一个INT 那这个INT函数呢 主要就是怎么样呢 把它转换为整数 也就是怎么样呢 把后面的小数点全部无条件捨去掉 也就是直接把小数点去掉 前面加上一个INT 再丢个什么呢 丢给买配 OK 那这样的买配 所以就会秀出买配实际上就在哪里了 就这个买配 那利息偿还的话呢 这个地方公式 这个地方会得到一个买配 公式就在这里 那得到一个买配之后的话呢 那我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个买配里面的值 再丢给一个X 那我再来计算怎么样 总共要偿还 利息总共偿还多少钱 那怎么计算呢 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什么呢 X 因为我这边可以做计算吧 X 就是我的 这个总共负的金额嘛 对不对 那买配 每个月的 跟着一下 应该是每个月 这个应该是每个月的偿还金额 那我要怎么算出我全部